在带领关西,封兵港口派出所在18号深夜接获民众的报案 在台11线61.4公里的道路旁 是由女骑士连人带车卧倒在三米深的大排水沟里 而警销道场救护时是发现女子已经明显死亡 那么警方在深入调查后呢 是发现了这个女骑士是在17日当天失联 而新北市警方通报协寻人口之后 没想到却断魂在台11线 目前鉴定组已经进行调查来厘清事故的真正原因 路口监视器拍下了游信女骑士呼啸而过的最后身影 因为隔天18号深夜 她被民众发现连人带车就倒卧在台11线61.4公里处旁 三米深的大排水沟里 警销道场救护时发现她早已明显死亡 几乎车到场发现游女已明显死亡未送医 现场已医程序完成收证 初步并未发现游女所驾驶车辆 及其本人有遭撞击或不法侵害情事 本案医程序报警检查官相验 已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游信女骑士 17日被新北市警方通报协寻人口 不料隔日18号却发生车祸事故 混断台11线 虽然警方现场勘察 初步排除遭她车撞击 不过仍深入鉴定调查 已厘清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石玉兰 风斌采访报导 二 二 二 一 感谢观看